红西元年 一千四百二十五年 一向好脾气的朱高赤 罕见地闹了脾气 至于起因 就是汉林士读李时勉的一份奏折 当然李时勉也是好心 因为朱高赤体型臃肿 登基后身体每况愈下 不少大臣都忧心忡忡 生怕这位胖胖的皇帝一并不起 因此基本每次早朝的时候 都会提醒朱高赤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个人认为大明风华里 梁观华老师演出了心目中的朱高赤 作为大明臣子 李时勉自然也表示了自己的关切 只是这个关切有点不对位 在早朝中 李时勉当着朝臣的面 堂而皇之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陈炎亮暗中不宜尽妃嫔 皇太子不宜远左右 所谓仅是欲者此也 就是说 朱高赤在朱帝大僧期间 依旧迷恋后宫 而且现在身体这么差 得注意注意身体 虽然李时勉是关心自己 但在朱高赤耳中越听越不是个事 这些话私下对自己说说得了 现在当着早朝这么多大臣的面直接说 让他很尴尬 这不是告诉大家自己荒淫无道 于是朱高赤立刻表示 李时勉不要捕风捉影 自己身体好着呢 再说也没没事往后攻跑 相当于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到这里李时勉应该自觉地退回去了 但李时勉不依不饶 就是说朱高赤好女色 导致身体不行 气得朱高赤立马喊身边的侍卫 用金瓜亭仗李时勉 金瓜可不是木棍 可怜的李时勉 肋骨都被打断了三根 抬出去的时候就剩下一口气了 显然李时勉的一番话 给朱高赤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就连临终之前 都念念不忘李时勉在朝廷上的一番话 说时勉辱庭我等等 以至于日后都传出 朱高赤是被李时勉活活气死的流言 但李时勉说错了吗 其实也没有错 朱高赤这一生的确好色 明史中记载了朱高赤得病的原因是 长期服用炼丹术式的药丸 也就是撞羊药 显然朱高赤长期纵欲 身体不行了 只能靠药食维持 另一方面 朱高赤一生又待育了十七个孩子 其中十个是皇子 七个是公主 在明朝十六帝中仅次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宪宗朱建身 似乎侧面证明了朱高赤的确在纵欲 不过朱高赤一生虽然纵欲好色 但作为皇帝却贤明得要命 明初三大制使中 两个和他有关 甚至说是他一手开启的 红武十一年 一千三百七十八年 燕王朱棣生下了长子朱高赤 他的外公就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徐达 对于自己的长子 朱棣和徐氏都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 事实上年幼的朱高赤颇有武力 能骑马射箭 只是接受儒家教育后 他更喜欢儒学 因而养成了他喜静不喜动的性格 加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成人之后的朱高赤 成为一个大富翩翩的胖子 而对于这位孙子 朱元璋也同样表达出他的喜爱 红武二十八年 一千三百九十五年 朱元璋册封朱高赤为燕王世子 后让他和其他王世子们一起到南京来 他要亲自培育一下这些孙子 让他们日后好好拱位大明江山 在朱元璋的几次考察中发现 自己这个孙子的表现和其他孙子不太一样 为人忠厚 善待兄弟 宽厚仁慈在众多皇孙里独树一帜 颇有人均之风 正是朱元璋期许的皇室子孙的标范 可惜他是燕王世子 并不是太子一系的 皇位不能传给他 红武三十一年 一千三百九十八年 朱元璋去世 大明江山交给了朱允文 刚刚继位 朱允文就严令各个叔叔回京奔丧 朱弟悲痛之余 只能派朱高赤三兄弟一起去南京替自己奔丧 此时朱允文在齐太和皇子成的建议下决定削藩 朱高赤三兄弟的到来 正好可以扣为人质 以削弱朱弟的兵权 朱允文不同意 朱高旭和朱高岁就算了 这两人性格凶狠暴力 朱元璋和朱允文都不喜欢他们 唯独朱高赤因为好人缘 和朱允文相处得非常好 不忍扣押 就这样 朱高赤兄弟三人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北平 随后朱弟奉天静难 带着喜欢征战的朱高旭和朱高岁上战场 让世子朱高赤留守北平 朱弟鉴于兵力不足 想要寻求十七帝宁王朱全的帮助 尤其眼缠其麾下的朵炎三位 为此多次拉拢朱全 但朱全想做山关虎斗 看朱弟和朱允文斗的两败俱伤后 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不得已 朱弟带着手上全部主力 前往朱全的封地 连哄带骗想要逼其就范 就在朱弟清朝而出的时候 朱允文派李景龙帅五十万大军 围困北平 此时朱高赤手上 只有两三万的老弱残兵 对抗五十万大军 无意吃人说梦 好在李景龙本身草包 朱高赤就利用李景龙的纸上谈兵 和自己的军事天赋 趁着天寒地冻 让人在城墙上泼水 让城墙变成了一座冰城 李景龙无法进攻 只能选择围困 而在被围期间 朱高赤一方面安抚民众 一方面又以身作则 带头守城 同时又安排骑兵 深夜骚扰李景龙的大军 搞得李景龙大军疲惫不堪 最终被返回来的朱弟前后夹击 李景龙仓皇逃亡 而得知李景龙战败 方笑如建议朱允文采用离剑计 许诺只要朱高赤投降 过往之事盖不追究 朱高赤就是新的燕王 这招很阴险 不管朱高赤看不看 都会在朱弟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 朱允文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让朱弟失去对朱高赤的信任 没了朱高赤坐镇后方 朱弟就是无根之瓶罢了 更要命的是弟弟朱高旭 不断给朱弟上演要 图谋日后的太子之位 得知朱高赤接到了朱允文的劝详书 抢先一步告诉了朱弟 又对朱弟说当初在南京的时候 朱高赤和朱允文就关系亲密 比自己这个亲弟弟还亲 这些话让朱弟产生了一丝怀疑 为了保住后方基地 朱弟一度想派人潜入北平 就地诛杀了朱高赤 好在朱高赤相当精明 一眼识破朱允文的离间计 直接将劝详书和使臣 原封不动地送给朱弟 这才打消了父亲的疑虑 建文四年 1402年 朱弟攻入南京 静难成功当上了皇帝 按照朱元璋留下的祖训 理应册封嫡长子朱高赤为太子 只是朱高赤身体肥胖 为人忠厚 缺乏很近 朱弟并不想让他当太子 反而认可和他一起出征的次子朱高絮 而且一些静难功臣 纷纷主张立朱高絮为太子 也让朱弟左右为难 至于文臣则赞成遵循组制立朱高赤 最终在内阁首府谢晋一句好圣孙 定下了朱高赤太子之位 谢晋的一番话点明了朱弟不光要看儿子 还要看孙子这一辈 朱弟不喜欢朱高赤 但对他的儿子朱瞻基非常喜欢 也是这番话才确定了朱高赤储君的身份 朱高絮非常不服气 这个胖胖的老哥成为太子 和三弟朱高岁勾结在一起 二人多次在朱弟面前构陷朱高赤 宽人的朱高赤对于弟弟们的构陷不以为意 但经常这样也搞得朱高赤头大 而朱弟也察觉这两个儿子的野心 避免出现另一次静难 在永乐九年1411年 正式册封朱瞻基为皇太孙 却没想到让朱高絮更加嫉妒朱高赤 公结变本加厉 让朱高赤这个太子当得很难 一方面朱弟权力欲极强 喜欢揽拳又爱猜忌 强人皇帝下的太子不好当 汉武帝的儿子刘俊 梁武帝太子萧桐 唐玄宗太子李英可都是前车之剑 弟弟们又时常构陷 尤其是朱高岁 居然敢下毒朱弟企图自立 虽然有个争气的儿子朱瞻基 但皇位一天不是自己的 终究不能彻底放下心来 朱弟是篡位登基 为了堵住后人之口 希望用不适的功绩 来证明自己皇位的合理性 在位期间多次南征北战 而每次出征 就让朱高赤以太子监国 但朱弟好猜忌 即便让朱高赤监国 却从来不给他军权 只让他处理政务 军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上 在这种情况下 朱高赤一方面需要打理好大明 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 不能越雷池一笔 防止引起朱弟不必要的猜忌 监国时期的朱高赤 不是皇帝胜死皇帝 在保证朱弟大军物资供应的同时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治国才能 完善了内阁制度 增加内阁票拟制度 充分发挥了内阁大臣参谋方面的作用 除此之外 朱高赤监国期间开垦荒地 兴修水利 解决曹运 扩建粮仓 救济灾民 可以说朱弟一手打造的永乐盛事 一半有朱高赤的功劳 从永乐八年1410年 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这十四年时间里 朱弟北征了五次 朱高赤就监国了五次 也是因为他的监国 才让朱弟有财力 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北征 修永乐大典 以及正和的下西洋 兢兢业业几十年 终于换来了自己的皇帝宝座 当然朱高赤的担忧纯属多余 因为朱弟从来都没有动过 换太子的心思 只不过放着两个儿子 制衡一下太子罢了 他也知道 自己和朱元璋征战多年 大明到了需要与民生息的时候了 以朱高旭的好勇斗狠 是担任不了这个职责的 至于无病疑 如努力 世子多吉这句话 纯粹是朱高旭自己给自己加戏 放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是一个空头支票罢了 当年朱弟还许诺和朱全平分天下呢 最后还不是把宁王赶到江西去了 结果朱高旭当真了 搞出了朱多闹剧 永乐二十二年 一千四百二十四年 七月十八日 朱弟在归途中 病逝于于牧川 病重前遗诏 将皇位传给太子朱高旭 但朱弟不在京城 朱高旭想要坐上皇位 还需要经过层层考验 先说朱弟病逝的于牧川 这里距京城一千多公里 大军撤退回来 最起码需要几十天 如果朱弟病逝的消息迅速传开 势必会引起混乱 此外 朱高旭一直对皇位念念不忘 加上长期在军中 结交了不少人 一旦得知朱弟去世 势必以皇子身份统领大军 带着精锐北征大军反叛 只有少量兵力的朱高旭 势必会陷入被动的境地 英国公张府 隔臣杨荣 为了确保朱高旭 可以顺利登基 选择密不发丧 每天都正常地 给朱弟迎仗送饮食 营造出朱弟还在的假象 除了朱弟身边几个进尘 没人察觉朱弟已经去世 大军一切如常 其次就是需要将朱弟病逝的消息 快速传达给朱高旭 传递消息不难 难的是如何瞒过朱高旭 毕竟朱高旭在军中有不少心腹 就连京城都安排了很多人 盯着太子的一举一动 只要得到朱弟去世的消息 必然会有所举动 为了防止有意外 隔臣杨荣决定亲自动身 避免路途中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而朱高旭得之后 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 让其秘密控制大军 只有这样他才能顺利地登基 而在朱瞻基出发前 他特意向朱高旭寻求新的印章 防止有人伪造朱高旭的信件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最终朱高旭将自己东宫图书印 交给朱瞻基 此举既是给儿子一枚新印章 又是明确朱瞻基日后储君的位置 8月2日 朱高旭召见吏部尚书简易 大学士杨荣 杨士奇等人讨论京城不防的事情 随后以监国的名义要求 北征部分大军经过长安岭后 即可返回驻扎地 其余部队则继续回京 并且强调护送的军官和内势 只要尽责 回京后必论功行赏 朱高旭的这一手安排颇为精妙 8月4日 朱高旭书役随征的宁阳侯陈茂 杨武侯薛露 命其率领袁随驾京壮马队 三千里池回京 充实京城的防御 此举就是防止两位不甘心的弟弟 起兵夺位 8月5日 命赴马都尉穆新长南京后军都督服侍 命太监王贵通帅下翻官军赴南京 稳定局势 直到朱瞻基迎接到朱棣的遗体才公开发丧 短短二十天 朱高旭靠着一己之力稳定了朱棣去世后不稳的局面 至此 登基在无悬念 纵观朱棣去世后 朱高赤的所作所为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储君的所作所为 8月15日 朱高赤正式登基 以次年改元红西 大明迎来了属于朱高赤的时代 即位之初 朱高赤立即停止朱棣时期 一些浪费人力财力的政策 废除科政酷刑 赦免朱允文的三帝朱允通的后人 宽恕朱允文一系的建文帝旧臣 停止采办 停止大规模用兵 减免赴税 让百姓休养生息 当然还有南北榜的确立 朱棣当初静难 某种意义上来说 打断了朱元璋南北榜计划 朱高赤继位后 立即更改科举制度 以南北之比为 六比四来任用人才等等 极度消除了中原几百年的 南北对立问题 光这一点 就足够称得上明军了 短短几个月 朱高赤颁布的政策立竿见影 为日后人宣之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高赤虽然登基了 但并没有对两位时常攻杰自己的弟弟 以怨抱怨 反而以兄长的姿态尽力维护他们 当然前提是他们放弃对皇位的想法 朱高岁其实还好 虽然此前有下毒朱棣的恶行 但失败后变得唯唯诺诺诺 看到朱高赤登基后 彻底放弃了 主动表示支持哥哥的登基 而朱高赤也投桃报李 给了他每年两万弹的俸禄 安排他就藩 朱高岁也拾去 到了封地后 主动放弃自己的两只护卫力量 至此安安心心地当上了藩王 至于朱高旭 他就没怎么好说话了 毕竟一心谋求太子之位 对于朱高赤的登基 也是面福心不服 朱高赤只能选择怀柔方式对待他 不仅赏赐各种金银珠宝 还封他几个儿子为郡王 就是靠这种怀柔之策 让朱高旭找不到借口反叛 确保大明内部的安稳 说实话 大明经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位 强人帝王的严苛统治后 其实急需与民生息 朱元璋当初其实就是意识到 自己执政过于严苛 才想培养一位相对宽人的储君 长子朱镖 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人选 可惜英年早逝 无奈之下 朱元璋才选择了 有朱镖风范的朱允文 可惜朱允文继位之后 立即削藩 大明再次陷入战争 胜出的朱棣和朱元璋一样 喜欢武功 四处征战 可以说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 在位期间 并没有真正地做到修养生息 一个王朝不可能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 开国君主都是马上打天下 各方面需要严苛没问题 但继任的皇帝就需要施行人证 缓和一下开国以来的局势 朱允文没做到 朱棣没做到 但朱高赤做到了 他完美地弥补了前几位皇帝的不足 从内政角度来看 朱高赤与民生息和宽人施政 高出爷爷和父亲不少 做到了爷爷和父亲没做到的事情 红西元年1425年5月29日 朱高赤病重 一照传位给朱瞻基 妙号仁宗 纵观朱高赤的所作所为 他当得起这个仁字 如果再给朱高赤二十年 大明或许会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